演講台上是前主播林書偉 近幾年林書偉走訪全台灣 只要是與失智症有關的議題 她再忙也會播控參加 因為她的媽媽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鏡頭前林書偉的媽媽 總是一身量力 是位時髦的國中數學老師 因為我媽以前就是很熱情的人 然後很熱心 就是看到我就是話都講不停 但這一切美好卻在退休後 起了巨大改變 書偉媽媽脾氣越來越暴躁 又經常陷入憂鬱 原以為只是精神問題 當時我們家人 其實都有點在逃避 都覺得說 媽媽其實大部分身都是好的 直到一次書偉媽媽 從台北走丟 整整17個小時 最後被發現 失神坐在基隆的路邊 這才讓林書偉一家 正視了媽媽的失智問題 找到我媽是凌晨一點 在基隆被找到 那一天我爸爸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然後他就說 為什麼你媽媽會這樣子 同樣被失智症糾纏的 是這位有40年資歷 資深廣播主持人李 蝙蝠跳躍 躍升陽起 此刻你我將分享 生命中悲歡離合 比大哥貢獻廣播40年 今年72歲的李繼准 在670年代被譽為電台情人 台上的他因為罹患阿茲海默症 不知身在何處 卻還記得要拿起獎盃 我看到很多在他印象中熟悉的面膏 他每次看到都灰熱的影響 罹患了失智症 最可怕的是一輩子的珍貴記憶 快速流失 這種老年疾病 至今沒有有效藥物 根據國境失智症協會統計 光今年新增的失智症患者 全球就有990萬元 但多數人不知道 失智症分很多種 阿茲海默是其中之一 佔比60%到80% 其他40%為血管型 乳移試體型 額捏液型 混合型 早發性型等 而台灣罹患失智症的就有24.4萬人 相當於一個彰化式的總人口數 這個輕度認知障礙的病人 大概每年有14%左右會變成失智 在失智症確診前 有一段介於正常老化 和輕度失智症的過渡階段 稱為輕度認知障礙 如果在這個時期提前治療 就能預防失智症 為了迎接老年化社會 現在有學者經過10年的研究 透過這一瓶具有磁性的試劑 就可以在阿茲海默症發病前 提早檢測出來 只要抽取幾CC的血液 花5個小時檢測血液裡 造成老細胞壞死的蛋白質數量 就可以知道受試者 處在阿茲海默症病程的哪個階段 如果要早期檢驗 一定要是從蛋白質濃度 不正常的時候 就有辦法檢測出來 你不要等神經 腦神經都壞掉了 連行為 認知 記憶都有問題的時候 才去發現那已經來不及了 這項全球首創的發明 還在臨床實驗階段 證實還未上市 但在全球都面臨高齡社會的狀況下 已經受到全世界醫藥學的關注 從檢測儀器到試劑 百分百都是來自台灣 創新篩檢平台 是領先全球的台灣之光 不過在技術市場化前 醫生建議還是先從關心嘉倫做起 老人家在體會到自己的功能退化的時候 尤其是這個記憶力不好的時候 其實他覺得自己已經在變差了 很多老人家都是用焦慮跟憂慮來表現 醫師提醒 一般人罹患失智症的機率為1%到1.5% 如果加上長期壓力 抽菸 喝酒 三高疾病等 罹患機率將提升到5% 甚至是25% 因此擁有良好的運動習慣 社交活動等 能有效預防失智症 畢竟人生是趟有去無回的單程車票 及時的關心與準備 才能免於家人和自己 晚年受失智疾病之苦